各位弟兄好 我是志成 在錄音裡面陪伴大家一起來操練 奇蹟課程練習手冊的第10課 我的想法不具任何意義 剛好今天我操練到第4課 你就看一下那個第4課跟這個第10課的標題 你會發現意思好像是一樣 長得很像 那這標題我提一個重點 就是他說我的想法不具任何意義 那這個我們大概想到的人會想說 他只應該小我的念頭 小我的念頭是不具任何意義的 那其實前面很多課都圍繞在這個事情上面 那因為小我的念頭它就是基於分裂 然後基於二元對立 然後對不對好不好 道德不道德等等 美不美的這些評判 這小我的念頭 但其實這一課它還有相反的一面 就是其實聖靈的念頭也不具任何意義 因為聖靈其實是要把我們從幻象的世界 引渡到實相裡面的那座橋樑 那但是從實相的角度來看 根本就不需要橋樑 因為也沒有人在幻象裡面 所以實際上聖靈的思想體系啊 如果站在上主的角度來看 也是不具任何意義的 這就為什麼其實可能講說 其實你以為是問題的問題 不是問題 根本就沒有問題 那真實的你其實是 永遠都是純潔無罪 而且圓滿無缺的 那這是我們到最後能夠去完全的意起這一點之後 就會曉得其實聖靈的思維也是不必要的 然後寬恕也是不必要的 好 那我們接著看它第一段 它第一段就是提到說 這觀念是適用於所有的念頭 然後還說 就第四句 我們尚未具備分辨這些念頭的條件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思相跟幻象 對於小五跟聖靈的這個分別 他當然是把你當作是一個最最初入門的人來說 說這個話 就是說我們對於小五跟上主 還有小五跟聖靈的這個分別 尚不是很清楚 所以也可以說他基本是假定說 你的念頭都是小五的念頭 那所以他就直接代入了這些念頭 這些想法是不具意義的 那這一課其實應該主要還是針對小五而言的 對初學者來說 那下面一段呢 他說 這是我們第二次發揮這個觀念 只是形式稍微不同 從我的想法 就變成是我的想法 而不是這些想法 就是他前面的課講的是這些想法 那也可以說這些想法改成我的想法 這個針對性跟強烈性 就會更強了 而且這個其實是深深的挑戰到我們的認知 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叫多元文化主義 就是因為全球化非常迅速的關係 也因為網路的 網際網路的關係 所以我們很容易可以接觸到不同的 不管是宗教啦 地理啊 歷史啊 人物啊 然後 接觸到很多很多跟我們既有想法不同的人 還有價值觀 那所以 我們都曉得所謂多元文化主義 就鼓勵我們了 就是要尊重別人 然後 沒有一定的對跟錯 很多人都會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而且不見得是學靈性的人 很多人都會這麼覺得 至少表面上他們會這麼講 就是說 沒有事情是 的確沒有一定的對錯 那但是從人們的形式作風來看 即使是很多 所謂靈性圈的人士的形式作風來看 基本上還是認為他自己是最對的 然後最中立的 最客觀的 所以呢 要你真的擋弧心理承認說你的想法 其實不具意義的 也並不客觀 事實上根本就 就是一些妄念 這其實是深深的挑戰到我 我們的自我 所以我才特別講一下 就他這邊其實是那個針對性增強 所以他其實是慢慢的在增強那個 可以說這個操練 操練這個課程 每一課的這個power 那在第三段呢 他其實是 總結了前面幾課的那個觀念 就是說 前面幾課其實到現在要教給我們 就是說呢 你所意識到的念頭是無意義的 那這些無意義念頭是外在的 也就是說小我他常會把內在的想法 投射到外面去 那然後呢 這些念頭他是過去的 而不是當下的 因為小我總是在過去裡面 在那邊做一些二人對立的評判 他從來不是活在當下 然後呢這些念頭出現了 表示我們已經不再思想了 也就是說 因為這些是小我的念頭 所以他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的心靈其實是充滿妄念 那妄念的本質就是虛無 妄念的本質就是虛無 所以我們的心裡面其實看起來好像塞滿多年頭 其實是根本是空白的 那他說呢 認清這些呢成為我們 就是得到會見的先決條件 那這會見 英文的vision呢指的就是 我們能夠以聖靈的這個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 它就叫會見 其實就是聖靈的看見 好 好 那這一課練習呢 它要讓你先把觀念附送一遍 好 就是這個 這個標題附送一遍 然後再加入下面這句話 好 這觀念能幫我解除我目前的一切信念 呃 如果你一開始是操練這個練習手冊的話 可能會覺得它的東西有點自視化 好 就是 有點像在教小學生一樣 好 先念一下這句 再念一下那句 然後再 做一點覺察 好 還弄一個公式給你可以照樣照句 好 也可以說它比較謹慎 好 那 那這種 呃 比較謹慎的方式就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大家容易會造本宣課 把它變成儀式化 然後好像做過去之後就覺得自己有做 好 那所以也要請大家注意的是呢 呃 你在念這些文字的時候 不要像小和尚念經的這樣子念過去 好 而是說盡可能讓那個文字進到你內在深處 呃 盡可能由你內在深處去領受 這個文字的意義 好 那如果你發現你對這些文字很困惑 那不妨 呃 齊請聖靈給你帶領 好 好 那他說這觀念能幫我解除目前的一切信念 好 那做這個練習的時候呢 是 一樣是內心 好 自我覺察內在的念頭 好 念頭其實你就是 就是你對任何事情的想法 就是所謂念頭 然後不要加以檢責跟評判 好 因為我們一定會很想要去檢責跟評判說 有些念頭是對的 有些是錯的 那有些一定是聖靈的 結果最後發現其實是小我 常常都發生這個事情 好 尤其是對初學者來說 呃 應該是很常發生 好 所以他叫你不要檢責 好 只要你現在能夠想得到 基本上都是虛妄的 好 因為我們現在完全就是 掉掉到上主的境界之外 好 所以 呃 除了上主的境界之外 一切都是虛妄 好 所以可以很放心的講說 我們現在閃過的念頭 基本上99.9以上 嗯 99.999以上 一定都是虛妄 好 好 那甚至他讓你可以用一個意象 好 就是看到一群烏合之眾 在你面前觸擁而過 指的是你的信念 好 意識流 好 好 所以這課就是 一樣做這個具體的套用呢 就是 套進去 好 去感受說 我對於任何事情的想法 其實是 不具任何意義的 好 那最後他的這個第五段 還提醒你 如果覺得說練了這一課 有些不自在的話 反而應該把它縮短 好 也就是說你不要在操練的時候 嗯 去逼迫自己 或者勉強自己 一定要符合這個課程的要求 好 這樣反而並不是一種寬束的心態 會容易落到小我裡面去 好 所以他 寧可你把這個練習的時間縮短了 然後 也不要讓你 就是 掉到小我裡面去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第10課 所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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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